参加好多娱乐节目 我记得你开玩笑的时候 挣点钱 你不怕参加太多娱乐节目 人家说一个古典钢琴家 一个古典音乐家 这个也 没事 我在娱乐节目里面 也给大家普普及嘛 我说光玩没意思 我说你们 咱们是不是 多做点文化的东西 朗朗身为钢琴家 却有一个幽默的灵魂 因为以前朗朗不会开音乐会 进行钢琴演奏 于是朗朗受邀请参加了综艺节目 朗朗还幽默地表示 自己上节目是为了赚钱 其实朗朗上节目是为了弹钢琴 朗朗参加节目会有一些文化收出 常常在节目上和其他人进行合作 这样一来即赚到了钱 又满足了自己的手 所以朗朗上节目并不只是为了赚钱 不过上节目也确实是来钱快 近日有没有拍到吉娜朗朗在北京看豪宅 这个豪宅价值1.8亿呢 夫妻俩首先是有逛老板 身边还有数十人进行接待 这可真是超级刻骨的待遇呀 其实朗朗少年成名开了无数音乐会 再加上参加综艺节目的新手 能买得起豪宅还是很正常的 毕竟中国的明星大多多有自己的豪宅 关注我关注我关注我